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2022年的 蛇星座的年度运势 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有几个部分 因为从这个财政占星的学派来说 2022年其实走入了一个 有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年份 所以在这个年份当中 金融市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下震动跟波荡 所以大家在这个投资理财方面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第二件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在2022年的第四季 就是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因为火星逆行的关系 所以会有比较严重的暴力之情 因为在双子座 那也因为火星逆行在双子座 在明年的第四季 比较可能会有重大的交通意外发生 另外就是双子座这个星座 在医药征型上 基本上它跟肺部跟呼吸系统 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 火星逆行的情况下 我个人会觉得在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小心传染病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满 要记得勤洗手 在明年第四季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另外就是从2021年底一直到2022年的1月份 金星这颗主管爱情还有金钱的星星 都会在一个逆行的状态下 所以这一段时间也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一段时间 那今年的年度运势方面 我也会加上跟出国旅行有关系的运势 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其实已经闷很久了啦 那明年是有可能会开放一些更多的国际交通 大家有可能可以出国的时间 那会告诉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一些什么事情 最后就要告诉大家 我的Podcast现在也上线了 每个月我都会把每月的运势放在Podcast上 年度运势的部分在12月中也会放上去 欢迎大家多多下载来听咯 好的 现在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 载而行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这下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对制作的朋友们来说呢 2022年里面好桃花出现的时间其实都不算长 而且数量也不算多 那我在每月运势的时候提醒视作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好好把握时机哦 那如果视作的你呢 目前已经有交往中的对象的话哦 在2022年的2月到5月的这段时间 是很有机会呢决定走入婚姻不如礼堂的哦 那对视作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烂桃花其实是相当的多的哦 那烂桃花的类型多半都是 只想跟你搞暧昧啊 跟你上上床 跟你玩玩的这种类型会比较多啦 那如果视作的你呢 是抱着玩玩的心态的话 在2022年里面呢 其实你会玩得还蛮开心的哦 但是如果你是真心想要谈一段恋爱的话 我会觉得你在这一年里面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不要把真感情放到这种烂桃花身上 否则呢你会受伤很重哦 2022年里面呢 一定要好好的胜选对象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视作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里面是婚姻状况上 比较有危机的一年哦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一点哦 在2022年里面呢 感情还有婚姻互动上比较良好的时间 是2月到5月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和另外一半在床上的亲密关系相当良好 相处也是相当和乐的 那视作的你记得多把握这几个月 对另外一半好一点 会对你的婚姻关系 感情关系有更多的加分 那在和子女相处的互动上面 这一年呢 视作的你和子女之间的相处互动是相当良好的 而且小朋友的学业表现是还蛮不错的哦 会让你感到很欣慰 那我们一开始说到过 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感情互动 婚姻互动上面是比较紧张的一年哦 特别是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当中呢 视作的你呢 比较容易和另外一半为了一些意外事件 或者是为了一些小事情就大吵起来 互动关系是比较差的 在沟通讨论一些事情 讲话的时候呢 记得就是尽量保持平和一点的态度 温柔一点哦 不要用吼的 好好的讲 很多事情好好的讲就不会吵架 就可以让你们之间的沟通更好一点哦 另外是呢 在2022年这一年里面呢 是典型的外来勾引非常多的一年哦 很多视作的朋友们可能会死守啦 那在这一年里面 如果说呢 你偷吃或劈腿的话 被另外一半发现的几率是超级高的哦 那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当中 这几个月份里面哦 因为呢 心象比较差一点 夫妻感情相处上也比较不是那么的好哦 如果你劈腿偷吃又被另外一半抓到的话 分手或者是离婚的几率是相当高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云的部分 对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接下来这一年里面呢 可以说是桃花云相当极端的一年哦 但桃花真的不少 但是呢 好的桃花也很多 而且这些好的桃花里面呢 有一些是香精钻石级的好桃花哦 可以说是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天使级的好对象 跟那种恶魔级的好对象都会出现 水瓶座的你呢 也要胜选哦 那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在这个2022年里面 认识的好桃花好对象 多半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啦 就是它的学术背景 可能很强 或者是它是走文青风的这种类型哦 和你之间会有很多的话题 而且谈话言语之间是相当有深度的 会让水瓶座的你觉得 这样子的对象呢 真的很有学问哦 那这种对象通常都会是好桃花 水瓶座的你可以多把握哦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水瓶座的你也要瞪大眼睛看哦 因为这一年呢 你有机会呢 认识到家世背景相当显赫 相钻石相金的这种好桃花哦 烂桃花的几率其实是还蛮高的啦哦 可以说是有吸引烂桃花的体质 而且呢 烂桃花的类型是各种类型都有 水瓶座的你呢 在这一整年里面 一定要好好的小心筛选哦 那这一年里面呢 最容易遇到烂桃花的时间呢 就是10月到12月的这一段时间哦 水瓶座的你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掉进烂桃花的陷阱哦 接下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一年呢 我就是送你一句话啦 叫做床头草虫为何哦 因为这一年里面水瓶座的你呢 就是整个人讲话很硬 很难沟通 但是你和另外一半在床上 性生活这一块呢 是相当愉快相当开心的哦 所以往往可能是呢 生活上为了一些小事情 有一些小不愉快 但是上了床之后 做完了之后就 哎 这些不愉快就会消失了 所以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哦 那在和子女和小朋友的互动上面呢 水瓶座的你这一年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是相当良好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代沟啦哦 那小朋友跟你之间的互动 也是还蛮不错的 另外就是你的小朋友 在雪月上面的表现是还蛮好的哦 会让水瓶座的你感觉到还蛮欣慰 还蛮开心的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 这一整年里面的感情和婚姻上呢 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出来水瓶座的你身上吧 也就是一个很强硬 个性很硬的状态 所以不管另外一半跟你说什么呢 你有你的坚持 你就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这一整年当中 虽然不太会有什么大吵架的情况 但是你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很挫折 那感情婚姻的温度呢 是会缓慢的不断的一步一步下降的哦 所以我会建议水瓶座你在这一整年当中 和你的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 还是温和柔软 委婉一点啦哦 不要有太多减持 这样你的另外一半也会感觉到比较开心 另外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 这一年呢 性生活的品质是还不错的哦 床上运动多做一点呢 也有助于你们之间的感情修复 也让你们的感情呢 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温度底下 那对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一年里面呢 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你和人家里面的长辈之间相处 真的是不太好哦 特别是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里面呢 你和长辈是比较容易爆发大争吵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以上这几个月里面呢 还是跟长辈保持一个礼貌的安全社交距离哦 这样子能够减少发生争吵的一个几率 还有就是水瓶座的你在这一整年当中 千万不要去踩长辈的地雷 不要主动顶撞长辈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对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哦 你在这一年里面呢 很有机会遇到真爱等级的好桃花 全年里面呢 遇到好对象的几率也是很高的 想要脱胆的处女座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年哦 另外呢是在这一年里面呢 由于处女座的你很容易遇到很棒的好对象哦 闪电结婚的机会也是还蛮高的 那对于处女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一年也不是完全没有烂桃花啦 在1月10月11月里面呢 这三个月里头 出现烂桃花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处女座的你一定要好好地排除掉不良对象 另外就是有一些处女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三个月里面 比较容易遇到性骚扰的情况 要好好保护自己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正在恋爱中的处女座朋友们来说 这一年呢走进婚姻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可以说是你的结婚年哦 如果你很想结婚或者是呢 你原本就有计划求婚的话 在这一年呢也是很容易成功的哦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处女座的你呢和另外一半之间 在这一整年的沟通啊相处上 都算是还蛮甜蜜幸福的哦 特别是在一月到九月之间呢 感情互动沟通上是相当顺畅 也是相当愉快的 那在和子女的关系上面呢 处女座的你在这一年里面呢 和子女之间的互动关系 算是还蛮良好的哦 但在这一年里面呢 小朋友的身体健康运势是比较差的 要特别好好照顾子女的身体健康哦 另外就是呢 如果你的子女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话 在这一年里面有可能要准备成家结婚哦 那在感情还有婚姻方面 这一年呢 其实对于很多处女座来说是结婚年 但对于处女座的男生来说 有一些处女座的男生来说啦 哦 这一年呢 其实算是离婚年 就是处女座的你可能前几年 已经婚姻关系非常的不好 可能跟另外一半之间呢 也吵了蛮多年的 到这一年呢 其实处女座的你可能就会整个断念 觉得好吧 那我们就和平分手好了哦 就不会选择再纠缠下去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 有一些处女座的男生是很容易看开的 走向离婚的几率呢 也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哦 那如果处女座的你本来就很想离婚的话 在这一年里面成功几率也是蛮高的 在整个2022年里面呢 在感情婚姻的沟通上 要特别小心的是10月 还有11月的这两个月 这两个月呢 是沟通状况比较不好 容易爆发争吵的两个月哦 最后呢 是在2022年的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的这两段时间当中呢 处女座的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性生活品质 真的是不太好哦 所以你还是要跟另外一半稍微协调 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性生活不愉快的问题 把这些性生活不协调的问题解决呢 也能够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婚姻互斗更加的良好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蕴的部分 各位记者做的朋友们来说 这一年呢 好桃花烂桃花呢 都还蛮多的哦 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的一个局面 一定要好好的挑选 整体而言呢 2022年是一个很容易遇到真爱等级好桃花的年份哦 就怕你没有选到他啦 那记者做的朋友们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闪电结婚的机会也是还蛮高的哦 就是认识到正确的好对象之后 就马上呢 娶他或者是嫁掉的机会 其实是还蛮高的 所以记者做的你呢 如果很想结婚的话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年哦 那在这一年当中呢 男生的巨蟹座呢 桃花蕴会比女生的还要更好哦 更容易找到好对象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 这一年乱桃花其实也是还蛮多的 那乱桃花的类型呢 多半呢 是只想和巨蟹座的你高高暧昧啊 和你上上床玩玩的这种对象 那这些类型的对象呢 比较容易出现在2022年的1月份哦 所以巨蟹座的你呢 在这个1月份当中 就不要认识什么新朋友 会比较安全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这整个2022年呢 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可以说是结婚年哦 正在谈恋爱当中的巨蟹座呢 走进婚姻的几率是相当高的 那整体来说呢 感情和婚姻的互动上 从4月到12月呢 基本上沟通都是还蛮顺畅 蛮顺利的哦 整体来说是还不错的一年 在和子女的关系上面 大部分的时间上 你和子女之间沟通的部分上 都算是还蛮良好的 那巨蟹座的你呢 基本上跟儿子的沟通 会比较好一点哦 跟女儿的沟通就比较没有儿子那么好 另外就是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有一些巨蟹座的父母亲 其实是会很担心 自己子女的感情问题啦 那也容易因为这一些问题呢 和子女之间呢 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小状况发生哦 那虽然说这一年是结婚年啦 但是对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一年其实也是一个 跟离婚有关系的年份哦 因为呢 特别是对于巨蟹座的女生而言 如果过去的几年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互动相处上 已经是非常不愉快 比如说常常吵架 或者是呢 互动非常不好 那到了这一年呢 巨蟹座的你呢 可能呢 就不会想跟对方继续纠缠下去了哦 和对方呢 可能就会和平理性的分手 这样子的机会是会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呢 过去几年的压力 其实到了这一年呢 也让你差不多觉得 好啦就结束 就断念吧 断舍离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呢 有一些巨蟹座的女生呢 是会毅然决然的走向离婚这个部分哦 那如果你之前就已经很想离婚的话 在这一年里面 其实也是还蛮容易成功的 在这一年里面呢 在感情婚姻上 还有一件事情要比较小心一点哦 就是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里面呢 比较容易发生性冷感 或者是性生活不协调的情况 那当然这对于感情生活上 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伤害了哦 所以我会建议 觉得你和另外一半呢 还是要多协调 多想办法哦 让这些性冷感 或者是性生活不协调的部分的 这些问题呢 可以获得一个良好的解决 那解决这些问题呢 当然也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婚姻互动呢 有更多的一个加分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一年呢 容易认识真爱等级的好桃花哦 那有一些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也容易在这一年里面呢 因为认识到好对象 就闪电结婚哦 那在2月 3月 8月 这三个月呢 是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最容易认识真爱等级好对象的时间 一定要好好把握 另外呢 是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摩羯座的你也很有机会认识到 家世背景相当显赫的这种 钻石级好桃花 那摩羯座的你 如果有志加入豪门 或者是想要少奋斗20年的话 在这三个月里面 记得好好把握良机哦 在这个2022年里面呢 其实烂桃花也是会出现的哦 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当中呢 烂桃花出现的几率也都不低 那对于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 辨别烂桃花 它其实还蛮简单的啦 因为这一年的漫桃花呢 多半都是只想从你身上 花钱骗钱的类型 所以如果你认识之后 就不断要你送礼物给他 买东西给他 甚至于是直接给你要钱的这种对象的话 摩羯座的你 一定要跟他保持安全距离 会比较好一点 以免人才良师哦 最后呢 要提醒一下摩羯座的朋友们 这一年呢 其实最好不要一夜请不要约跑 因为呢 你约到的对象 可能呢 身上带有性病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那可能呢 也会害你呢 也一病染病哦 所以我也建议你在这一年里面呢 就不要约跑 不要一夜请会比较安全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 婚姻 还有家庭的部分 对摩羯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个2022年呢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结婚年哦 正在谈恋爱的摩羯座朋友们呢 是很有机会决定走进婚姻的 而在这整个2022年当中呢 摩羯座的你呢 和另外一半之间的相处 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还蛮和睦 还蛮愉快的哦 其实在这一年里面 有件事情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的另外一半呢 身体健康方面 状况可能会是比较不好的哦 所以呢 摩羯座的你要记得 经常虚滑温暖 好好照顾你的另外一半哦 这样会让你的另外一半 更加的爱你 那在和子女相处的部分上面哦 摩羯座的你在这一整年里面 可以说是一个过度宠爱 子女的父母亲代表哦 你在这一年里面呢 对子女的部分可以说是 走向一个有点溺爱的状况了哦 在子女身上可能会花上不少的钱 那还是控制一下会比较好啦 在整个2022年里面呢 对于一部分摩羯座的女生来说呢 也是属于离婚年哦 主要是如果你过去 跟你的另外一半之间 感情已经相当不和睦 比如说常常吵架啊 或者是你常常抓到对方 投持批对什么之类的 这种事情 久了之后呢 其实到了2022年呢 就是一个发酵的年 可能你觉得啊 这段婚姻也没救了 或者是呢 你也觉得你已经不爱她了哦 所以会和另外一半呢 可能会有协议离婚 和平分手的情况发生 就是不想要再纠缠下去了啦 所以呢 在这个2022年当中呢 有一部分的摩羯座女生呢 是会选择走上离婚这一条道路哦 那当然如果你过去就已经很想离婚 或正在谈离婚的话 在2022年呢 是能够顺利的完成离婚这件事情的 最后呢 是在家庭关系方面 2022年的1月到4月 还有11到12月的这几个月份当中呢 你家里面的长辈是相当难搞的 而且还蛮容易找你麻烦的哦 我会做点 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跟长辈保持一个礼貌的安全距离 会是比较好一点的哦 能够减少争吵的发生率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云的部分 对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的好桃花烂桃花的比例 就是刚好一半一半了哦 出现好对象的几率 跟出现不良对象的几率 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金牛座的你呢 一定要细细的挑选哦 那在好桃花的部分上呢 这一整年呢 基本上颜值呢 都是很不错的哦 会让金牛座的你相当的满意 另外呢 就是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金牛座女生的桃花云 会是比男生更好的 更容易认识好对象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哦 烂桃花出现的几率 和好桃花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啦 那这一年里面呢 容易出现的烂桃花类型 多半都是贪恋你的肉体 这像和你上床搞夜勤的这种对象 那金牛座的你呢 一定要小心挑选 把这些不良对象给删除掉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这个2022年对于金牛座的男生来说呢 是有机会走入结婚的一年哦 求婚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那未婚的金牛座女生呢 结婚运就没有 金牛座男生那么强哦 在感情和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金牛座的朋友们要记得 你的另外一半在这一年呢 是你的贵人哦 会给你很多的帮助 金牛座的朋友们呢 如果遇到任何困难的话 一定要跟你的另外一半 多讨论多聊聊 你的另外一半呢 会给你很多很有用的意见 也会给你很多实质上的帮助哦 那在感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上 这一年呢 有一些事情也是要特别小心的哦 第一件事就是这一年呢 是外来的勾引和诱惑 非常强烈的一年 那金牛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拒绝掉这些诱惑哦 以免呢会造成目前感情 还有婚姻上的危机哦 另外呢 是在和子女相处的部分上 这一年呢 你的小朋友闯祸的机会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很多金牛座的爸妈 可能都要负担起这个收尾的一个状况哦 那会让金牛座的你觉得比较头痛一点 那和子女的相处上面呢 金牛座的女生 就是金牛座的妈妈和小朋友之间沟通 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金牛座的爸爸呢 和子女之间的相处就比较僵硬 比较没有化疗一点哦 那在沟通状况上呢 当然障碍也是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辛苦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韵的部分 那对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的你呢 其实是比较被动一点的哦 所以如果有好对象出现的话 你要记得主动一点 否则呢 这些好对象可能就会从你手上溜走咯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5月到10月这几个月呢 是还蛮容易出现真爱等级的好桃花哦 但是呢 天秤座呢 可以好好把握这几个月脱单的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那在2022年里面呢 天秤座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的是 烂桃花其实是还蛮多的哦 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 就是7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烂桃花出现的几率大概将近7成 所以呢 天秤座的你一定要好好选择哦 那不好的对象呢 就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再来往会比较好一些哦 最后呢 要提醒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里面呢 基本上呢 是不建议你有任何一夜勤或约炮的动作哦 因为在这一年里面 你容易约到有性病的对象 那可能会造成你呢 感染性病之类的问题啊哦 那能不要约就不要约 这会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在爱情婚姻相处上呢 在这一年里面5月到10月哦 是这一整年里面呢 你和另外一半相处最甜蜜最愉快的时间 那5月到10月里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也可以说是你的贵人哦 会给你很多帮助 那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呢 记得多参考一下另外一半给你的意见哦 大概这一整年当中呢 如果你是正在恋爱当中的天秤座朋友们的话 在5月到10月这段时间呢 是很有机会走进婚姻的哦 在这整个2022年当中 2月还有3月这两个月呢 是床上运动品质最好的两个月份哦 那天秤座的你不妨和另外一半可以多做一点 或是呢 多研究一些心情去 都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越来越火热哦 那这一整年里面 关于爱情婚姻家庭上 有几件事是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件事情是在这一年里面 是完全不适合打离婚诉讼 或者是谈离婚的 特别是在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这几个月份里面呢 是特别不适合谈离婚 或打离婚诉讼的 因为往往你都会趋于劣势 那可能因为这样呢 会赔上一大笔钱哦 或者是呢 这个离婚的过程呢 会非常多曲折 一直都谈不拢这样子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一年当中 如果要谈离婚 或者是打离婚官司的话 尽量避开这几个月 会比较好一些哦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2月和3月 性生活品质是还蛮良好的 但是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呢 其实天明座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 在床上运动 在性生活方面的品质 是还蛮差的 甚至会有性能感的情况发生 那当然这对你们之间的感情 会有一部分不太好的影响啦 那我当然是建议 天明座的你和另外一半呢 就要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些状况哦 在床上呢 如果可以保持甜蜜火热的话 对你们的感情还有婚姻呢 会有更多的加分啦 那这个2022年里面呢 天明座的你呢 和子女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疏离一点的 比较没话讲啦哦 那在6月到10月这几个月呢 是和子女和小朋友之间呢 互动比较差的几个月哦 很容易被小朋友顶嘴 那也会把你给气得气扑扑的 所以这几个月里面呢 和小朋友互动沟通的时候哦 你就不要那么生气啦 因为可能小朋友也大了 不太好管 那这一年本来就是互动比较差的年份 你也不要太过在意 小朋友讲的一些话哦 接下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那对于所有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一整年里面哦 桃花运是好坏残版的 那品质上呢 是相当极端的一个年份 好的 非常的好 不好的 相当的糟糕 所以你一定要胜选哦 那这一整年当中呢 5月到9月份呢 是好桃花最容易出现的时间 那5月到9月这段时间 出现在摄手座身边的好桃花 大概都是比较走文青风 很有学士 很有涵养哦 相当有气质的这种对象 那会让摄手座的你呢 还蛮喜欢的 但是那摄手座呢 在这几个月一定要好好把握两集哦 那2022年里面呢 烂桃花比较容易出现在你身边的时间呢 是10月到12月的这几个月哦 那摄手座的朋友们在这几个月呢 是比较容易遇到呢 那种到处搞曖昧啊 满口甜言蜜语啊 只想跟你玩玩 跟你上床的这种 比较玩卡型的对象啦 那跟这种对象 互动上当然是还蛮有趣的 可是不太可能会有什么 长期的恋爱发展哦 那当然遇到这种对象呢 我是建议摄手座的你 能避就避啦 不要花时间在没有用的对象上面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摄手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一整年哦 上半年跟下半年是差还蛮多的哦 2022年的上半年呢 你和另外一半互动 可以说是甜蜜又和谐的 可是下半年呢 就是问题重重的一段时间哦 所以在这整年当中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 下半年的一个互动哦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在爱情还有婚姻关系上面 其实互动上最好的 就是新生活这一块啦 因为在新生活这一块 不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 这个品质都是相当良好的哦 那当然呢 只要在床上运动这一块呢 可以多做一点的话 其实会对于你们之间感情的 一个维持 一个维系上呢 都会有很正面的加分效果 那在和子女的互动关系上面 2022年其实摄手座的你 和小朋友之间的互动 却相当良好的哦 那在学业成绩方面 小朋友的学业成绩 也会让你还蛮满意的 会让你蛮安心的哦 其实在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的 这几个月里面呢 你们家小朋友呢 会是处在一个相当活泼 十分活泼 就是活泼到让你管不住的一个情形啦 所以在以上我讲到的这几个月里面哦 瘦座的你呢 会觉得劝说小朋友 或者是控制小朋友方面呢 是比较辛苦一点 需要多花一些力气的哦 那在爱情婚姻方面呢 瘦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呢 其实是下半年啦 就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 下半年可以说是问题 重一重哦 特别是从8月开始 你的另外一半呢 脾气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容易生气 那走进10月之后 一直到年底呢 你的另外一半和你之间的误会啊 嫌隙会比较多一些 那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之间 其实也有比较多不愉快的情况 容易发生哦 那最不好的情形 就是你和你的另外一半大吵架 然后你的另外一半又跟长辈 吵得不可开交 整个家里面呢 就每天暂火里面这样子 那可能最后会搞到呢 你的另外一半想要跟你分居 或离婚之类的情形哦 所以呢 我会建议是我做的你啦 在下半年和另外一半沟通的时候 第一是你自己要保持冷静 第二就是要帮助你的另外一半 保持冷静哦 这样子的话呢 能够减少大吵架的情况 也能够避免呢 可能的分手啊 或者是离婚的情况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云的部分 那对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一年桃花云是超级好的哦 可以说是排在十二星座的前三名 男生的天蝎座 一定要趁着今年呢 多多把握 让自己思惠哦 那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天蝎座的你呢 遇到异国桃花的机会 是还蛮高的哦 不管你是透过这个 网路交友啊 或者是使用叫软体之类的 都还蛮容易认识到呢 外国人哦 那如果你喜欢外国菜的话 这一年就多努力吧 那在整个2022年当中呢 要比较注意的是 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哦 7月到12月的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烂桃花也是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那烂桃花其实很好认啦 这几个月出现的烂桃花呢 大概就是和你聊不来 可是没事就喜欢死缠烂打 就是一直跟你说他很喜欢你 然后跟你有一些 有的没有的互动 总而言之呢 他就是想要一直黏在你身边 不断的想要引起你的注意哦 让天蝎座的你觉得很烦躁 那这种对象呢 还是尽可能的 就是把它封锁 不要跟他来往会比较好一些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天蝎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其实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相处 我是属于七七福福比较多哦 好坏参半的一个年份 在2022年的2月 3月还有8月这三个月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相处 其实是还蛮愉快的哦 互动它是很开心的 加上这三个月里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是你生命当中的贵人哦 会给你相当多实质的帮助跟鼓励 对你来说呢 有你的另外一半在你身边呢 可以说是你找到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避风港 那如果任何问题或状况发生的话 都可以和你的另外一半多多的讨论哦 你的另外一半呢 会给你很有用的建议哦 那如果你是正在谈恋爱当中的天蝎座朋友的话 在2月还有3月这两个月呢 决定结婚走入礼堂的这个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那爱情还有婚姻相处方面 有几件事情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2022年对天蝎座的你来说 是一个勾引还有诱惑超级多 而且非常强烈的一个年份 那这个年份里面呢 我只能建议天蝎座的你就是 跟这些外来的勾引和诱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啦 因为你如果真的不小心 跟外面的这些对象有什么发展的话 会对你目前的感情还有婚姻产生非常大的伤害哦 那我们一开始说到过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相处 在这一年当中就是起起伏伏嘛 那相处比较容易有问题的月份是 1月、9月、10月、11月还有12月哦 这五个月里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其实情绪就是起伏很大 而且有很多减词又比较不好捉摸啦 让天蝎座的你觉得另外一半 真的是讲不听很难沟通哦 那当然吵架或者是冷战的机会就会比较高一些 那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你和另外一半沟通互动的时候 我当然就是建议你尽量保持理性平和啦 那能不要吵架就不要吵架 那如果你可以站在另外一半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啊 或是多了解一下对方的话 当然对你们之间的沟通也会更有正面的帮助哦 最后呢是在10月到12月 这是2022年的第四季里面呢 天蝎座的你和另外一半在性生活方面是比较容易会有不协调的情况发生 那天蝎座的你呢 可能会在这几个月份里面会有性能感 或者是和另外一半之间就是有兴趣缺缺的情况发生 那当然这对感情和婚姻的互动上就会有一些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影响 那当然我也不排除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脾气太差你不想理他这样子哦 那但是啦 这对于你们长期的感情就是不太好 那因为性生活的这一块呢 对于天蝎座的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嘛 所以我会建议你啦 还是要跟另外一半多协调一下 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性生活不协调 或是有状况的一个情形哦 那当然呢也会有助于呢 修补你们之间可能不太愉快的一个感情互动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双鱼座的朋友们在这一年里面呢 桃花运其实是还不错的哦 那这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会有贵人相助帮你带来好对象 那这当中呢 往往啊 就是贵人牵线的话 一定就是带你去相亲之类的啊 所以双鱼座的朋友们在这一年里面 我会建议你就是不要拒绝相亲 有相亲机会就去好不好 因为在这一年里面呢 这些贵人帮你介绍的对象真的都很不错哦 多半都是家事还蛮显赫 家里也都还蛮有钱的这种钻石级的好桃花 那如果说你错过了 就真的还蛮可惜的哦 那在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双鱼座的女生桃花运会是比双鱼座的男生来得更好的 也就是说在这整个2022年里面 双鱼座的女生加入豪门的机会是比较高一些的哦 记得好好把握哦 那在整个2022年里面呢 还是会有一些烂桃花出现 虽然数量不算多 但是其实是有点可怕的 因为双鱼座的你在这一年当中 是比较容易遇到有暴力倾向的烂桃花 所以如果你认识了某个对象之后发现 他有情绪控管的问题 而且有暴力倾向的话 我会建议你还是跟这样子的对象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哦 不要再来往会是比较好一些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个2022年里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对你是相当照顾的哦 你要记得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你的另外一半哦 因为你的另外一半在这一整年当中可以说是对你呵护卑职照顾有加之外呢 也是你的贵人啦 那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 你的另外一半大概都会跟你一起扛起这些问题或者是一些状况 所以对双鱼座的你来说呢 这一年里面呢 你要好好的珍惜你的另外一半哦 但子女相处的部分上 双鱼座的朋友们在2022年呢 和子女之间互动是还蛮愉快的 其实双鱼座的你呢 在2022年里面呢 其实对小朋友有过度宠溺 宠小孩宠过头的情况啦 哦 这个部分呢 稍微还是控制一下会比较好 另外是在整个2022年当中呢 小朋友的健康运向对是比较低迷一点的 所以家里如果有小小孩或者是小朋友的话 一定要呢 多多注意一下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哦 那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2022年呢 其实有一些事情也是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的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双鱼座的男生 其实是会在这一年里面选择离婚这件事情哦 特别是过去几年 可能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之间 感情已经吵了很久 非常的不愉快 那很多不满呢 就是一直累积到这一年呢 双鱼座的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但是在这一年呢 是比较容易就是觉得啊 看开了 或者是你觉得再撑下去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哦 所以呢 有一些双鱼座的男生会在这一年里 就是决定跟另外一半和平分手 也不想要再为了目前的这一段婚姻呢 继续纠缠下去 那当然啦 有时候不要太执着放下也是一件好事啦哦 那无论如何 有一些双鱼座的男生是在这一年呢 可能会决定走向离婚的哦 那第二件要比较注意的事情 是在这一整年里面 双鱼座的女士比较容易会有性能感的情况发生 当然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啦 不管是过去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互动 或者是身体状况等等之类的 反正就会导致你在这一年里面呢 床上运动的品质就是不太好 那你对于另外一半的身体好像也兴趣缺缺哦 那不是你不爱另外一半啦 只是你对于性这件事情在2022年里面呢 就不是那么容易提得起性质 那这一整年如果都这样下去的话 当然会对你们之间的感情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哦 所以我当然是建议双鱼座的女呢 就是跟另外一半讨论一下啦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不管是去看医生 那或者是去看心理医生 不管是看什么医生啦 在这一年当中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呢 当然会对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呢 有更多正面的一个帮助哦 最后呢是在这一年里面 10月到12月的三个月里面呢 双鱼座的你和家里面的长辈是比较处不来的哦 容易和长辈之间爆发还蛮严重的大争吵 那我当然是建议你呢 在这三个月里面就尽量和长辈之间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还有不要主动去顶撞长辈 有一些事情当做耳边风就算了哦 这样子呢也会让家庭比较和乐一些 减少一些火药味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云的部分 对梅羊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2022年呢 好桃花跟烂桃花出现的比例呢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五十五十的机会哦 所以一定要审慎选择 那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梅羊座的好桃花都办来源 都是比如说长辈介绍 或者是公司里面的前辈啊 老板啊 上司啊 帮你去安排一些相亲 或介绍对象之类的 所以在2022年里面 如果呢 你想要死会的话 想要脱单的话哦 梅羊座的你可以请这些长辈 或者是这些公司里面的前辈 帮你介绍一下 他们带来的对象 其实都还不错哦 那当然有人主动要帮你介绍的话 请你不要拒绝这些相亲的机会 因为你很可能就把好对象给推掉哦 那有一些梅羊座的朋友们呢 是会有高几率发生 办公室恋情的状况哦 那关于烂桃花的部分上呢 2022年里面哦 梅羊座的你呢 高几率认识烂桃花的地方 多半就是在夜店啊 或是一些夜生活场所 所以我会建议梅羊座的你呢 就是如果你在夜店 或者是这些夜生活场所 认识新对象的时候 不要太快掉进对方的前沿蜜语当中 还是要看清楚哦 最后呢 是在这一年里面呢 我会建议梅羊座的你呢 就不要有约炮 或是一夜情的情况发生 因为在这一年里面 你容易约到就是有性病的对象 那对你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啦 我会建议梅羊座的你呢 在这一年里面 就是安分熟悉一点哦 一夜情跟月炮 就暂时先不要做会比较好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对于梅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其实感情婚姻并不是你人生当中的重点 但是还好这一年感情婚姻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主要是你和另外一半之间在这一年呢 互动上就是相对很平稳很平淡 平淡如水 也不是说不太好 就是生活比较规律化一点 比较机械化一点啦 那在感情上没有什么火花 是这一年比较大的问题 那比较严重的情况可能是这一年的感情或婚姻热度会呈现这种下坠的情况 至少不是断癌四下坠啦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感情婚度好像越来越低哦 所以我会建议梅羊座你在这一年里面呢 其实你在忙工作之余啊 生活之余 你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安排一些约会 或者是呢 多和另外一半聊聊心理话之类的 就是多一点互动啦 这会对你们之间的感情热度维持 会有比较正面一点的帮助 那对于梅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呢 其实是你在性能力这一块还不错的一个年份 特别是梅羊座的男生在2022年的性能力是相当良好的 那当然就会让你和另外一半在床上运动的品质是很棒的 那如同我们刚才说到过的 这一年其实因为你很忙啦 很多时候很多在工作或者是想工作的事情 就会等落另外一半 那当然呢 如果你可以在这一年里面呢 在床上运动方面呢 频率啊 次数多一点 都和另外一半呢 维持这种激情火热的互动的话 对你们之间的感情热度维持呢 会有很大很正面的好帮助哦 那在你的关系上面呢 梅羊座的你这一年其实还不错啦 和小朋友就是玩在一起 那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的学业成绩 大概也都还不错哦 都会让梅羊座的你觉得还蛮安心的 所以小朋友大概也不会是你今年 需要什么太过担心的点哦 那在整个2022年当中呢 梅羊座的朋友们在家庭方面要特别注意的呢 其实是家中长辈的健康哦 因为整体来说 这一年里面 家里面长辈的健康运 相对是比较低迷一点的 平常要记得多虚寒问暖 多关心一下长辈的身体健康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运的部分 在整个2022年当中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桃花人员 比较淡薄的时间点哦 所以呢 好桃花不太多啦 那也不太容易认识什么不良的对象 那会让双子座的朋友们觉得 这一年就真的比较无聊一些 不过呢 因为每个月还是会有桃花运 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时候 只是那个桃花运可能都比较短一些哦 我会在每月云市的时候 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上 2022年不算是一个好的年份哦 上半年大致上是相当平淡如水 就是老夫老妻的生活 但是8月到12月下半年呢 问题就会比较多一些哦 那上半年的双子座在感情婚姻上呢 和另外一半相处比较平稳 比较冷淡的一个原因是 你的另外一半真的不太浪漫啦 所以上半年有时候 双子座的你呢 就要自己去做一些浪漫的事情哦 帮自己的感情里面增加一些色彩 才不会觉得好像每天都是老夫老妻生活很规律化 假日的时候可以多安排一些约会啊 那你也可以多跟另外一半呢 讲一些甜言蜜 反正就是气氛你要靠自己经营啦 靠另外一半哦 就是两个人就只会维持在一个很平的状态啦 哦 那如果双子座的你愿意 好好的去经营一下 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的话 其实上半年呢 感情的热度是可以维持在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哦 那性生活的部分上 4月到9月呢 是你和另外一半呢 在床上运动上相当愉快的几个月份哦 那这几个月里面呢 多做一点和另外一半多一点激情互动 当然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婚姻都有很正面的加分哦 那我们开始说到过 在下半年呢 其实感情婚姻的经营状态上是比较不好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从8月一直到12月呢 其实双子座的你因为受到形象的影响 讲话就越来越直 而且越来越口不择言哦 那你的另外一半 其实有时候本来已经习惯你的毒舌 或者是习惯你讲话的方式 可是你在明年下半年呢 是变本加厉哦 会让另外一半感觉到不太受得了哦 那当然就容易因为这样子呢 会有比较多的争吵和不愉快的情况发生 那因为双子座的你讲话在2022年下半年 真的太直接太强烈 每句话都跟大炮一样 是很容易伤到对方的心的 所以当然问题比较多可能就是出现在你身上啦 那双子座的你在2022年的8月到12月 记得跟另外一半讲话的时候温柔一点 讲话之前要想一下有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还有态度不要太凶 好不好 冷静一点 疑心一点 平和一点 温柔一点都是明年下半年经营感情很重要的几个原则哦 最后呢是有一些双子座的朋友们 会明显感受到明年一整年呢 你的长辈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凶比较难沟通的状态下 那在明年下半年我们刚才说到过 双子座的你呢 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容易激动 比较容易生气的状态 那跟长辈之间就很容易会有大吵架 爆发大争吵的情况发生哦 因此呢在明年下半年的时候 双子座的你和长辈沟通的时候 记得保持冷静平和的态度 还有呢保持礼貌的安全距离呢 也能够降低争吵的发生几率 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